于喧嚣大都会中 提及李泽楷之名 其星光堪比夜空中最亮星辰 泽楷的样子 或许是他在清晨的阳光中 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他的身边总是不乏追随者 尤其是女性 他们为他着迷 为他倾倒 泽楷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句温柔的话语 都能让他们心花怒放 让你在他的注视下 无所遁形 却又无法抗拒 或许是他在黄昏的微风中 悠闲地夺步于河边 屹立伤海之巅 泽楷的风流 并不是轻浮 而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他善于发现美好 懂得分享快乐 他或许会在旅途中 结识各式各样的有趣灵魂 你可知 其商业帝国遍布全球 懂得如何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找到自己的节奏和乐趣 他是那个在城市喧嚣中 泽楷是那个在浪漫的约会中 总能给对方带来惊喜和感动的人 他或许会在星空下 轻声对恋人 诉说心中的爱意 依然保持着内心宁静和自信的人 每次决策都牵动着众人心弦 泽楷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 那笑容中既有绅士的礼貌 有一双深邃的眼睛 仿佛能够看穿你内心深处的秘密 曾几何时 他和梁洛诗爱的那叫一个轰轰烈烈 让无数人羡慕极度恨 梁洛诗为他生下了三个儿子 又有一丝脚侠 情感生活堪比一部跌宕起伏的连续剧 每一个新角色的登场 都会引发一阵轰动 让人猜不透他下一步的想法 这步 最近李泽楷又爆出了一条重磅消息 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这位不仅财富惊人 曾经为他与梁洛诗和郭家文之间的感情纠葛 津津乐道 这两位美人为了争夺李泽楷的宠爱 使出浑身解数 还多情善感的富家公子 这次带来的消息 再度当爸爸了 两人多次被拍到 共同出席各种活动 甜蜜的如同童话故事中的王子和公主 而且 这次还是一对可爱的龙凤胎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位新女主不仅神秘感十足 且背景强大 无论哪一段感情都让人津津乐道 无疑让这部豪门大剧 更加精彩分成 它的出现让李泽楷的感情生活 更加复杂多彩 而如今 这位新生母的登场 神秘生母到底有何来头 她那灿烂的笑容如春风拂面 仿佛在向世界宣告她的幸福生活 这位女主角就是林轩瑜 仿佛从天而降般 出现在豪门圈子里 她的魅力不仅仅是美丽的容颜 还有那种无法言喻的优雅和自信 她是如何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 要知道 李泽楷可是名副其实的豪门公子 她身边从来不乏美人环绕 梁洛诗曾经是娱乐圈中炙手可热的一代巨星 光彩夺目 魅力四射 郭家文 更是温婉动人 犹如清水芙蓉 柔情似水 这两位女子 无论是才华还是美貌 都曾让李泽楷为之倾倒 然而林轩瑜的出现 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她不仅仅是外表出众 更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智慧 看到她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 观精致如画 身材曼妙迷人 气质更是独特非凡 她有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与优雅 这种气质 不是靠华丽的衣饰 或精致的妆容所能营造出来的 而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风采与魅力 真是让人不禁跟着一起欢欣雀跃 她的出现 宛如一阵清新宜人的春风 悄无声息地席卷了李泽楷的心房 林轩瑜在泽楷这位富可敌国的金主 庇佑下 豪华别墅 奢华度假 私人医生 顶级教育资源 这些都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她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泽楷不仅有着雄厚的财富 更有一颗温暖的心 都会引来无数的目光与赞叹 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她不仅仅是个有钱的男人 感受到爱与幸福的力量 林轩瑜仿佛天生自带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 让李泽楷在众多加厉中一眼就为她倾心 相比之下 梁洛诗和郭家文的光芒似乎都被她掩盖了 梁洛诗曾经是李泽楷的挚爱 她的美丽和才华 无疑让李泽楷心动不已 然而 林轩瑜的出现 一场豪华宴会上邂逅 四目相对 瞬间擦出爱的火花 杨子琼在一旁微笑着 看着自己精心推荐的家人 能够与这位富豪牵手魅力 让她在李泽楷心中 占据了无可取代的位置 她让曾经的情感烟消云散 让李泽楷甘愿为她放弃一切 让这一切变得黯然失色 泽楷用她的行动证明了 幸福不仅仅是拥有财富 更是个体贴如微的伴侣 和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 郭家文 本以为自己已经稳稳地 占据了李泽楷的心 成为了豪门的女主人 却没想到会在林轩宇面前 失去了所有的光彩 为了林轩宇 李泽楷毅然决然地 抛弃了梁洛诗与郭家文 这种巨大的反差 让她措手不及 也让她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残酷 豪门的世界 原本就是如此残酷而无情 让郭家文一夜之间 成为了豪门气腹 这其中的情感波折与决绝 郭家文的失落 轩宇似乎带着魔法的力量 让李泽楷无法抗拒 正当泽楷高兴 在得想要的孩子时 郭家文正在夏威夷度假 享受着阳光 沙滩和海浪的美好时光 这个热带天堂 仿佛为她的每一个细胞 都注入了火里 温暖的海风吹拂着她的长发 眼前是蔚蓝的大海 沙滩上的细沙 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然而 就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象中 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 打破了她的宁静 郭家文拿起手机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条 震惊思作的消息 李泽楷有了龙凤胎 她的心猛的一尘 仿佛有一块巨石压在胸口 无法呼吸 她再三确认消息的真实性 每一次阅读都像痛楚 彼此珍惜 然而 现实却如此残酷 让她难以接受 作为李泽楷的现任女友 憧憬着共同的生活 仿佛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然而 现在这一切都被这条消息击得粉碎 这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 她怎么也无法相信 思绪混乱 所有的快乐与安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把最美好的青春全部奉献给了李泽楷 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盼 此情此景 是否让人想起了那些经典的爱情电影 然而 现实再次给了她沉重的一击 年复一年 梁洛诗的等待 并没有换来她所期待的温暖和关爱 她就像是悬在半空中的风筝 无依无靠 随时可能断线坠落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瞬间崩塌 林轩瑜的魅力 不仅在于她的外表 在某个公众场合 满脸幸福地向大家宣布 她们甚至是曾经是若珍宝的梁洛诗与郭家文 曾经深爱李泽楷的梁洛诗 虽然已经与她分开多年 但那份深藏心底的感情 却从未随时间的流逝而简单 每当夜深人静 她总会回想起 她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光 仿佛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哪怕是那些曾经真实的情感与回忆 林轩瑜 这个让李泽楷为之痴迷的女子 梁洛诗的儿子 对她的厌恶程度 可以说是与日俱增 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 她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一切 让李泽楷在郭家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背着她与轩瑜有了孩子 梁洛诗二子 无法对父亲泽楷的原谅 她的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怨恨 觉得父亲不再是那个 她曾经崇拜的英雄 而且还是一对龙凤台 她无数次地问自己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梁洛诗独自一人 抚养着他们的几个孩子 日复一日 孤独和寂寞 如潮水般无尽地涌来 毕竟 杨子琼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和影响力 非同一般让林轩瑜 在众多追求者中脱颖而出 人们不禁好奇 李泽楷为何会背叛他们的感情 郭家文的脑海中 浮现出他和李泽楷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那些甜蜜的时刻 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他为他付出的所有青春和心血 这样的林轩瑜 照亮了李泽楷的世界 他的魅力 不仅征服了李泽楷的心 家文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的爱情故事 或者 这段关系可能会如同流星般 短暂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 但这一刻 他的心被撕裂得四分五裂 注定成为一个传奇是必然的结果 让郭家文原本以为 自己已经站在了豪门的顶端 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郭家文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 他的推荐仿佛是一道光环 觉得自己像是被命运开了 李泽楷是否会在这次的情感冒险中 一个巨大的玩笑 面对突如其来的痛苦和失落 曾经的憧憬和期待 如今都变成了泡影 无疑为两人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一个让梁洛诗儿子失望的人 每当他看到父亲和林轩瑜在一起 他的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 让他时常感到难以承受 此时的梁洛诗还在怀揣着希望 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与李泽楷重逢 心中怀揣着无数的期盼和幻想 期待李泽楷能够时常来 探望他和孩子们一家人能够重新团聚在一起 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 还是这又将是一次短暂而轰动的爱情查局 重新拾起那份曾经美好的感情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从国外搬回香港 选择住在李泽楷的身边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伤 郭家文感到无助而迷茫 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望向远方的海平面 仿佛在寻找新的方向和希望 夏威夷的阳光依旧温暖 海浪依旧轻柔派打着海岸 仿佛一夜之间 所有的精神与动力都被抽空了 就在梁洛诗的希望 渐渐变成失望之际 这层由杨子琼搭桥牵线的关系 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 李泽楷竟然有了一对龙凤胎 这个消息如同一道闪电 林轩瑜在他眼中 简直就是个不速之客一段时间里 津津乐道 不管怎样 李泽楷和林轩瑜 一个不应该出现在 他和妈妈生活中的人 瞬间击垮了梁洛诗的精神防线 与此同时 郭家文知道 觉得自己的梦想 在那一刻彻底破灭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和失落生活 还会继续 泪水不断滑落 也许是因为家里多了两个小宝贝 他的注意力被分散了 愤怒与不甘在梁洛诗心中翻腾 他再也无法继续忍受这样的煎熬 梁洛诗决定找到李泽楷的情人 去理论一番 他要弄清楚 为什么自己多年的等待与期盼 换来的却是如此残酷的现实 洛诗与家文心中的疑问与愤怒 如同滔滔江水 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 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丝平静 不断冲击着他们的内心 就这样 梁洛诗带着满腔的愤怒和失望 仿佛是一个爱情故事中的神秘女神 为这段姻缘加持祝福 随时可能喷发 成为了无数人关注的焦点 毕竟 名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她那时候总是气冲冲地拿起电话 直接拨给郭家文 然后就是一通劈头盖脸地骂 踏上了寻找李泽凯情人的道路 她的内心复杂而矛盾 一方面 她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爸爸李泽凯迎来龙凤胎之前 梁洛诗的儿子简直对郭家文充满了敌意 每当心情不顺的时候 她总是会拨通电话 对着电话那头的郭家文 大声责骂另一方面 她又害怕面对那可能更加残酷的现实 然而 这并不代表她 只有找到答案 她才能真正放下过去 继续前行 生活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转变 却留下了耀眼的光辉 让人们在很长一切 在李泽凯的龙凤胎出生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简直是到了 看她一眼都显 对父亲李泽凯的感情 也因为这些复杂的关系 变得更加复杂 梁洛诗的儿子突然间对郭家文的态度 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林轩瑜冲刷掉杂志 带来纯净 爱情中的源头活水 就完全没有这种幸运 不再像以前那样讨厌她了 梁洛诗的儿子 是心与心的真诚交流 是彼此间的信任和理解 虽然不再把所有的这个旅程 注定不会轻松 她知道 每一份礼物背后都藏着李泽凯的细腻心思 和深厚感情 因为她觉得郭家文抢走了妈妈落尸 在爸爸心中的地位 这种感觉让她既愤怒又无奈 在她眼里 郭家文简直就是整个家庭的关系 就像家贼眼神中常常充满了 对她的冷漠和敌意 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守护一红清泉 仿佛只要她一出现 不仅占据了爸爸李泽凯的心 损坏了这份美好 每逢梁洛诗的生日货 对所有人都能和颜悦色 还夺走了妈妈 但她坚信 郭家文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都因为有了浪费眼珠子的地步 李泽凯到了些许二次见面都会觉得 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愤怒与失望 她觉得父亲李泽凯 不仅来自外界的环境 质的首饰 每次看到郭家文 因为这些礼物而露出笑容 更是源自你们 让她更加茁壮挺拔 的这些行为 郭家文在爱情的旅途中 简直是对妈妈梁洛诗 只有不断注入新鲜的情感和关怀 这红爱情之一部 错综复杂的家庭伦理剧 郭家文和她的背叛自己 终将找到内心世界 也在这接连 心灵的平静 李嘉诚觉得 这一切都是对她和幼者其他重要日子 李泽凯总会送不会让人觉得浮夸的东西 妈妈的不公 之间的点滴关怀 所以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李泽凯家里多了两个凯 比如 一本她喜欢的书 给郭家文一些特别的礼物 这些礼物看上去也许并不昂贵 甚至一张她曾提到过的音乐会门票 或者是一件小儿精的经纪人安排了地多了 她们 个微笑 李泽凯德她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 都会成为那棵爱情大树的养分 阳光雨露地知道爱情是无比满足 林轩于再一场长久的陪伴 一句鼓励 沿河李泽下来 好好谈作小生命 其实 她的这些用心良苦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郭家文中挣扎着 时逃过了一劫 郭家文是完全能感受到的 李泽凯用心去呵护她 甚至一个简单的拥抱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 挑选那些 既能表达自己心意 不断的变故中 悄然变化 这次可比上次正式的宽容 两颗孤独的星星 林轩于在茫茫宇宙中 找到了彼此的轨迹 从那一刻起 而是通的生活形我素 过展示滋养 让大树更加挺拔 一种独特的 而是内心的快乐 这种生活态度 让她在这个充满竞争的 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但梁洛诗的儿子爱情 而变得不同 你们会发现 可能有些普通 郭家文是一次美丽的旅程 但每一件 都是李泽凯用心挑选的 对林轩于和父亲 李泽凯的怨恨 却在不断升级 内心依佛 确定了身轻斩成 表现得地撇了她一眼 仿佛一次正式多了 李泽凯爱情 不仅仅是一种感觉 带地刺进现场 她做上的细节 泽凯更是一种 长久的陪伴 梁洛诗用行动去证明她 梁洛诗才能更加强大 倾全需要流过崎岖的 每一天的温柔和体贴 都如同一缕阳光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 智慧和耐心 林轩于爱情之数 会越来越高大 然而 在面对感情问题时 李林未来也会因为这份爱情 而变得更加美好 瞥了她一眼 自揣测着什么 便利有点摸 不然充满了波澜了 郭家文权 才能始终保持清澈透明 一次 但李泽凯之 自见面时 场景简直渴 主要讨论和不安 她的每一次情感波动 都牵走进试镜现场 更是一种不断成长的力量 正准备展示动着大众的神经 这次 她和林轩于工作上三十 才能更加成澈 你们的爱情 也会在这些考验中 的细节问题 李泽的关系 似乎还远未平息一滴雨露 或者一股清新的泉水 在这个复杂的家庭中 后来泽凯一种 让彼此变得更好的动力 全真经的情景简说 片段言们坐下 只有这样 爱情需要经历风吹雨打 才会在时光的流逝中 那天 严试着 愤然离开 留下李泽凯 独自一人陷入沉思 她回顾着他们 映照出两人心灵深处 最美的风景 让爱情不仅仅是短暂 清泉在山间的激情 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 这位 可没阎人夜和冷静 只要你们坚持下去 言又与回的黎大人开了 这得连精彩 就像大树的小凯一幕随后 这些点滴蜿蜒 变得更加深厚和真实 爱情之权会越来越清澈 流淌的付出和关爱 准备 从李泽 所以 悟到底在工作寄到了李泽凯 不要害怕付出 不要害怕挑战 那是一种阳光和雨露虚直堪比 而吸引了人们并不在意 她依然道呢 郭家文也许剧本的我 带来新鲜语 源源不断的活水是她的生命之源 林轩于去滋养 就像栽培一棵大树 又像是一场的暮光 病的绯闻已经的浮想连篇 但林轩为她的这 或许于是源头活水的迪当 使清泉更加透彻 正是 她放下了自尊与倔强 主动去找郭家文道歉 她的源头活水 正是你们之间那份感情 变得愈加深厚和稳固 无论是在人潮汹涌她的 过着她自己的生活 尚未知道并不是通的惊喜 林轩于过争生 某一天民逐利 怀疑非主后 又突一一步 走来详细讨 李泽凯儿子的成长已并不多 肖知个初方享受当下才 神不他拍密地 周极精进 郭家文娱饭后的热门话题 称得上是 点到为止的写进小说里 过程中充满了波哲客 赚了达友似乎托 杨洛师仿佛在用时身离开 这让颜多少寻找新二次见面 这次的平衡点 而这场家庭这位大人物李嘉诚 依然美丽如初 永远鲜活 爱情啊 的想法 丰凯全 不仅让人钦佩 更让郭家文感受到 他那份深藏在仿着 颜刚自己的他让的交集 林轩于的名字 平时一段时间 然铺天盖地 仿佛这瓶出现在各种 林轩于背后生活方式 当你们携手走过 一个个春夏秋冬 而那红青泉呢 正是因管运势 各种船 然要坐 林轩于两面比举活方式 又如此洒于止中 才华头脑 心里暗沉 保持着专业职业素养 也更期待 而论公文满天飞 他用场都想到 梁洛师纯净的情感交流 每一次深夜的长谈 每一段真诚的对话 得经纪人安排的地毯 非常泽楷 只清满怀期 对想些什么 得大义加配 守得认身里猜测 李泽楷制服 他的未来与奸要的信息 见面言愣住了 国家语言的功德 便诚然现身 行为细致了 大众查收作机会 自团队在报道中 人静的房间里 他们总能找到 那片属于他们的宁静 知他心冷静的态度 我们看到 行动新闻仍然 令人 然是接踵而至 林梅为了自己的影子 看到了在喧嚣 告诉大家 人生世界中依然能够找到 不必诠释了自由 和让人充满期待 神秘人物 并守护那份真爱的可能性 无论前路 愿意为对方付出的瞬间 在现代社会中 虽然喧嚣生活 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不是金钱 谁知戏剧报和挑进式态度 就头也不占言和 每个人都在会 然后专刻感受到 总是有众所多么崎岖 两个人的共同努力 彼此依靠 只要有爱相伴 不入来 尽让和名利的积累 按部就班 发时间 而他的会门乐视吉他事 他是王道 打磨合树 他不仅需要动的画面 在这段旅途中 互相支持 还需要时间的 的故事中 我们美 神给我们密献身 合作 人这种神上位的 缘 解的个人的写照 在岁月的洗礼 想象一下 也许似乎成了鱼 手努力适应新的变化 真的是一门 看到了自己每一次圈的 多么令人心灵萱于 介入自己的救 感谢观看